今年1月17日,张女士开通了哼指期货平台账户,并存入40万元,但不到一周就亏了39万元。 随后的两个月,张女士又陆续投入了150余万元,结果说本无归。 3月,张女士来到正规金融机构咨询,得知这个交易平台,并未经过相关部门注册审批。 3月,张女士随后报案,经审查,燕某是传伙的头目,负责涉案虚假交易平台的运营,以某是代理运营公司头目,负责组织手下的业务员假扮股民,假是客服的,又偏受害人转账只需假交易平台。 武汉市公安局家案师分局行政大对办案民警章城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所谓的横指期货平台是山寨期货。 其行情接口貌似与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市场连接,但其实并没有真实交易。 其资金接口是与一个第三方支付机构相连接。 所谓的老师教受害者操作是幌子,只是屏幕上的数字变动而已,并没有真实交易。 受害人转账的资金打入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后,经过洗钱操作,被转移到嫌疑人控制的个人账户上。 业内人士表示,威牌交易大多宣称采用国际行情数据,可直接进行黄金、白银、股指、原油、期货等商品的小额交易。 且界面直观,操作简单,即使是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新手,也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进行投资交易。 其实威牌这种所谓的投资理财,是没有经过证监会批准上市交易的品种,基本是一个所谓的公司,或团伙,自己建立一个电子盘平台。 不受任何部门监管,人为操控盘面,属于诈骗性质。 所信的是,最近仰行支付结算私下发有关规定,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 业内人士表示,网联这一专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服务的支付倾赛平台的成立,凸显了监管部门加强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资金流向监管的决心。 对于此类网络诈骗也有福利抽薪之效,证监会有关部门提醒投资者,擦亮眼睛,从资格角度辨识非法期货活动,以示辨识主体资格。 按照规定,开展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可转,取得相应业务资格,否则极为非法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 中国企货业协会网站www.xasina.org查询合法企货经营机构提起从业人员信息,或者向当地证监局,核实相关机构和人员信息。 二是辨识营销方式,一些不法分子往奥义老师接神字句,以只要跟着他做就能赚大钱的说法吸引投资者。 投资者需要知晓,合法的机货经营机构,不得进行此类枝假宣传。 投资者遇到这种情况请勿相信,期货交易只有高风险特点,不可能稳赚不赔。 三是辨识互引网网址,非法期货网站的网址,往往采用无特殊意义的字母和数字构成。 或采用仿冒方法,在合法期货经营机构网址的基础上,变换或增加字母和数字。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或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询,合法期货经营机构的网址。 识别非法期货网站,投资者请勿登陆非法期货网站,以免误入陷阱,上当受骗。 四是辨识收款账号,合法期货经营机构,只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而贼法机构还某一个人的名义,开立收款账户。 如果有人要求投资者把钱打入一个人名义开立的账户,投资者即可果断拒绝,祝会纯正名桥。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